就是叙述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理解 因为它这边你会发现它这个 画出对应的等腰三角形 那实际上它虽然输入7 可是实际上最底下这个加总的数量并不是7 它加总的数量基本上这边底下是13个 也就是说它等于是 有点概念有点是先做出直角三角形之后 再把另外一边给做出来的道也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假如你的直角三角形可以输出的话 那等腰三角形应该也就可以再多增加一个信号 因为其实那个空白部分都一样 OK所以如果说以这一题来看 假如说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什么输出什么 类似像这样比如输出7 Enter的话呢 那我假如说已经做出什么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话 那理论上我只要再增加另外一边 而另外一边的话等于是说呢 跟这边很像 所以我要怎么把这个另外一边给做出来 那我的等腰三角形就做出来了 OK那基本上呢其实只要多增加一个地方 OK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那个A部分 我刚刚这个地方13是没有改的 所以把它改一下 本来是写13 那这边的话把它改应该是A什么 A加1嘛 因为STOP的下一个 就是我要停的那个下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地方把它A加1 那其他应该不用动 OK 接下来的话呢 空白部分的话基本上也是一样 其实直角三角形跟那个等腰三角形的空白数量 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部分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星号 要跑几颗 所以你会发现哦 它的这个总数哦 基本上是什么呢 这一边 有没有 在另外边再产生一样的这个 这个形状的三角形 所以可以看出来它的跟什么 如果我拿I来做产生的话 基本上如果当它为1的话 它基本上还是1嘛 当它为2的时候怎么样 它等于是两倍 但是必须少中间这一颗 所以基本上哦 由这边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公式 什么样的公式哦 就是呢 我们可以呢 把它这个的数量哦 后面部分的I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动 动一点手脚就可以了 那I这个词的话 当它为1的时候 那不变 可是当它为2的时候呢 变另外一边哦 要多出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I的值什么 乘上2两倍 OK 然后呢 会多出中间那一个 所以记得哦 两倍之后 因为左边右边都有 然后最后记得要把它 减掉中间这一颗心 也就是关键地方 它最后会多中间这一颗心 这个是多出来的 OK 所以两倍左右两边都有 所以两倍 然后中间多一颗心 所以把它减掉一颗心 好 这我想出 想到的方法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因为等腰嘛 等腰这边 等于是把这边 把它变成两倍 这边再做一个 但是多中间这一颗心 把中间这一颗心减掉 好 我这样想 应该没错啦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run一下 执行 好 如果说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的话 7个 Enter看看结果不ok呢 我们看一下 算一下 应该没问题啦 这边应该到这边是7颗心 2 4 6 7 那这边应该6颗心 没错 OK 好 那如果13颗心的话 13 Henton 应该也没错 反正等于是 等于是本来的直角三角形 另外呢 又多另外一边的直角三角形 但是 等于是中间的部分不变 所以必须把中间部分 多的那颗心给减掉 好 不然的话 然后又多一颗心 OK 这公司我想出来的 可能有同学 但这个是我拿刚刚的来改 如果说呢 当然另外一种解法就是 直接在这边呢 把它改成A Range A 你从0开始 对不对 可以 只是说变成说 你如果从0开始的话 那会是0 0到那个什么呢 0到假设13的话就12 那变成说你前面那个哦 这个的公式哦 可能必须啊 这边必须怎么样 因为会多一嘛 所以必须把它减一 底下的话呢 就不用减一了 输出我印象中结果也可以啦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用我们刚刚的这个逻辑 其实没有改什么地方哦 最最最大的关键哦 只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改这里 乘上2 左右两边 剪掉中间那一颗心 OK 那就可以完成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延伸性 假如说呢 你不要 从1开始 你从0开始 也是可以改出来哦 在这边直接放一个A的话 那怎么做出一样的结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